各位真远的家人们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了我们静心冥想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我们自己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也是我们提升灵性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请把握这美好的15分钟 在开始之前请先去喝大量的水 水可以帮助我们的能量更好的流动 当喝完水之后 请找一个安全安静及舒服的地方 可以让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沉浸下来的空间 我们将在两分钟后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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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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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做一个深呼吸 慢慢的吐气 将你的意识带到新闻 让自己弯完全全地沉浸下来 现在我们恭请十方贤圣 及所有的上师天使们为我们守护今天的练习 现在我们恭请观音上师 在我们头顶上方20公分的地方 为我们打开白色之光 这白色之光的能量 沿着我们的灵性中轴 由我们的顶轮进入我们的身体 他以逆时针的方向 慢慢的沿着我们的灵性中轴 将身上所有的负面杂质 就是负面能量 负面思想 以及所有的疾病恐惧 所有的负面的情绪能量 都仅有脚底涌泉穴 射入地心 感受光的能量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运转 并且清理着我们的身体 白色之光的能量 在我们各个体系里面清理 并且经由脚底涌泉穴射入地心 我们再次恭请观音上师 在我们头顶上方20公分的地方 为我们打开紫色之光 这紫色之光的能量 沿着我们的灵性中轴 由顶轮进入我们的身体 并以正时针的方向 在身体里面各个体系 流动运转 感受光的能量 感受光的能量 入这光的能量中时 要警觉自己内在所产生的矛盾现象 因为 这紫色之光的能量 同时也会激发出来 自内在自我中 由于负面的自私 嫉妒 憎恨 恶念等情绪 所产生的沉重 浑浊的能量 当你的内在 具有这样的思想频率时 紫色之光的能量 便成为引发 这些现象的催化剂 所以要以谨慎 爱与智慧 运用这紫色之光 紫色之光的能量 是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频率 它与呼吸系统有关 有时候 你会感到陷入某种情境中 一切事物 似乎都在与你作对 使你感到窒息 这是因为恐惧与愤怒 抑制了你的呼吸 然而你的愤怒与感觉 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 自我中心 以及享用自己的思想行为的准则 来控制他人而产生的 并且 这紫色之光的频率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深层和细致的 它的颜色正如你们所感受到的一样 高贵而典雅 它的频率 与帝王皇室的频率相互灰映 也与人类至善的本质相互呼应 紫色之光将为你们存在的每一个层面 带来至善的意愿 当这紫色之光的能量 经由你们内在被幻花出来时 它会以巨大的力量 治疗着你的个性自我和情绪本质 让你置身于由自己内在的愤怒 邪恋所引发出来的感觉中 并让这些感觉浮现出来 好好的体验它 当你处于这些负面的能量中时 不要惊慌 我们不是要吓唬任何人 只要是大家了解到 这是你内在感觉的浮现 要认识这一点 当这种奔怒的火焰产生时 不要压抑它 把它放入光中 并且看着这个灿烂的紫色之光 混化这些负面元素 看着光去除这些负面元素 所带来的矛盾与痛苦 你所经历的只是一种使你清理并释放 就有模式的挑战 你的一切都是自己心事的创造 然而你也正朝着更高的潜能前进 不要以外在的现象来批判你自己 而是向内探索 神试着自己是否执着在某些 否定自身完整性的活动上 如果有 请释放对这些活动的需要 感受自己释放的痛苦 感受自己释放的痛苦 抗拒与敌意 将它们释放到光中 并肯定精神的本质 存现在爱与和平之中 以愤怒对抗愤怒 只会产生更大的愤怒 以爱来包容 必将化解愤怒的力量 并使爱的频率 发挥它的极致 观想紫色之光 环绕着你的情绪体 情绪体的意识像海洋般底 有时临近 有时波涛汹涌 观想这些情绪的活动 都在光的环绕中 感受所有被压抑 被否定 被排斥的情绪 感受都被带到 这紫色之光的频率中 感受自己意识 对爱的恐惧 已在情绪体的层面上 得到了治愈 并觉察自己的能量 是否有波动 感受 觉察着自己的思想 有没有产生负面 或者是任何的想法 如果是有负面的 请将它带到光中 感受自己正从枷锁中得到释放 并正在清理任何使你痛苦的情况 感受光的频率 在你所有的体 与自我中流动者 那些曾经发生在你身上 极端不公平的事 已被释放到她自己较高的天命中 感受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自我 在这物质层面中 一切事物正趋向更清晰 更明朗的状态 现在再做一个深呼吸 慢慢的吐气 感受自己的每一个呼吸 并且感受着光的能量 在你的身体里面运转 观想围绕着你们的光的频率 以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封住你们的磁力磁场 这样可以使光的能量 保护着你们不受负面势能的影响 现在再做一个深呼吸 慢慢的吐气 将你的心慢慢的沉浸 将你的意识带到你的心轮 感受着光在你的身体里面流动运转 每天持续的清理与静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使你的管道带来了清明 可以更好的使你与你的上师 更密切的与你连结 在这紫色的光中 你可以尽量的释放你所有的恐惧 你是安全的 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光持续在运走 请记住 灵性扬升 没有任何特别的技巧 每天不断的清理静心 与觉察 这是必要的功课 这是必要的功课 需要一步一脚印 不断的去执行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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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坚持 这是你进步的不二法门 信任你的上师 以及你自己 现在将你的意识 再次带到你的心轮 做一个深呼吸 慢慢的吐气 慢慢的吐气 然后慢慢的醒来 我们感恩观音上师 以及十方贤圣 所有的上师天使们 为我们今天的守护 及护持 并且感恩所有的师兄姐们 的共修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 Namaste 生命 平安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